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丝瓜炒蛋 我买到的是长这样子的丝瓜 皮硬硬的厚厚的 那不管你用什么样的丝瓜 皮一定要先去掉 这种丝瓜皮不太容易刨 要用这样削的 尽量削干净一点 然后切成滚刀块 蛋打开 用两个三个都行 然后加些水 以前做炒蛋的时候有讲过 要把蛋炒的蓬松 我们要加些水 一个蛋 大约加10cc左右的水 然后用八分之一的teaspoon 放满满的一勺盐 再放一些糖 再撒少许料酒 这个勇可以拿掉它 打散后就可以开火了 如果家里有毛豆 可以剥几粒毛豆仍放进去 夏天呱呱痘痘当季 多吃一点印记食物 对我们人体有好处 开大火 加油 我们先炒蛋 炒好后给它先装盘 接着直接下毛豆 不用放油 也不要盖盖子 就这样煸炒一缓缓 然后下丝瓜 把鸡汤回锅 把鸡汤回锅 沽少许水 盖一块盖子 水加多少 看个人的喜好 如果你想做一碗连汤带水的 那就多加一点 否则的话 就像我刚才那样 沽一点水就可以 那等一会水一开了 我们就调料 少许盐 少许糖 我们尝一下味道 就可以出锅了 好嘞 分分秒秒一道地地道道的 家常菜 丝瓜炒蛋就搞定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 按摩